陈宗燕彈劾案不成立 当然引起了很多的这个非议 监委有监委就喊冤 说我投空白票 像投不成立票的监委张菊芳说 自己当下投的是空白票 如果陈宗燕的行为后续证实有为师 当然也不会认同 另外一位监委郭文东 他说南检还在调查 有没有性招待不法 等司法调查结果出路之后 再提弹劾 因此当下并没有勾选赞成或反对 警示投废票 所以你看这些监委纷纷出来 喊说我是投废票啦 感觉起来是怎么样 他们觉得在舆论上面 已经造成这种负面观感了 还要脸吗 就是一百分的坏人 跟七十分的坏人的差别 对 就是这样 那我刚刚这个 对 委员的部分 兵哥也问到了 监察院该废了吧 好 委员请说 监察院 对 监察院 因为我们本党主张 也是考监两院 是要主张会的 那当然因为也有人劝我们 限华里面 你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确确实实要从场记忆 这一点我特别要深谜 那针对陈宗燕这个案子 当然以我个人 跟我现在在基层所听到的 很简单 这个叫做标准的 有关系就没关系啊 那然后我们大家参考一下 2022年 监察院大量的通过以后 做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百分之六十六的人 认为监察院是立化的 这个是百分之六十六的人 也就是老百姓 他认为六十六% 都认为已经被立化 那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两票赞成 十一票反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 也跟国民党他的看法完全一致 因为我们今天开党团会议 也做成结议 除了这两票要弹劾他 那当然民进党也不会再提他 我的看法 但是这十一个人 也是列入我们黑名单 我们也绝对不投 甚至于第二个决定 就是下一次我不管你提谁 我们表态我们要会 监察院的立场 所以我们也不投票 那不投票我在看 就是54对51嘛 所以永远过不了 所以我们开会决定 这些黑名单 我们也不会通过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疑笑大方 也就是真的台湾人民看这些 我不管你小营有没有出现 我不管你什么 事实上就有嘛 你有为什么 你那段时间是在做公务人员 那监察院弹劾的是这一段 所以刚才兵哥他在讲的 这完全同意在法令上 本来就是这样 我弹劾是你在做公务人员 这一段 那你事情是这一段发生 所以我认为是有一点久了 但是我最后要问一个陈宗燕 你如果认为没有 那为什么要辞职 不要嘛 这是干嘛 让老百姓觉得说 你这有够难嘛 你还说得快 哪里没办法 所以我是觉得 考监两院是我们的主张 那我也是希望监察院真的要好之为之 一点功能都没有 只会打苍蝇 什么老虎都不敢碰 这监察院留者真的也是要考虑的 那也是登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扯的名单 还有阿通师陈明通前国安局长 好那主要是之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论文被认定抄袭 当然波及到他的指导教授 也就是陈明通 涉及这个学生论文指导不周 所以引起了渲染大波 结果下个星期一 阿通师要出书啦 好不好 这个是作家洪浩棠 因为访谈成明通 下周要举行新书发表会 那这个新书的名称就叫 《2022的学轮猎屋事件部》 阿通师谈林志坚论文门始末 那内容简介里面就提到 2022年的林志坚论文案 是单纯的学轮事件 还是一场政治性的世纪大冤案 访谈论文指导教授陈明通 首度现身说法直求面对 所以这个书籍封面的标明 指纹风向不问是非 民粹操作下每次选举 都会出现的政治受难者 很难希望陈明通是最后一个 我跟你讲我那个戏看 看到后面他有六个章节 包括从陈明通如何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林志坚与正皇论文内容 选举被放大显示媒体带风向 等等论文变成斗争工具 社会对陈明通的猎物与追杀 我真是看了火冒三丈 好不好你为人施表 而且这个案子不是已经 法院认证台大认证了吗 你还敢喊猎物 说冤案 我不知道到底谁会信 林志坚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 坚不认错 然后结果就是拖了整个民进党 通通赔上去 他继续的打官司 最后他其实也是就认了 然后最后就跟这个 这个是许金黄嘛对不对 余正皇 余正皇就跟余正皇和解了 和解他其实等于是承认了就是 他有做这些事情 坦白说我觉得这里面 我确实认为整个案子当中 陈明通的责任是要比林志坚的责任 还要来的大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呢林志坚作为一个学生 而且你现在回头去看 你会发现不管他是在中华大学的硕士 或者是在台大的硕士 我认为他都是读不下去的 那很明显的他读不下去 可是呢他不知道他自己 不应该拿到那个硕士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学校的老师 好像给了他的一个讯号 那个讯号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拿到硕士的 所以呢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你自己不够格 他不知道他自己不够格拿到那个硕士 他不到那个务量 那这个背后是谁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当然中华大学的指导教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陈明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曾经说过就是说 因为这个案子深受矚目 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学轮的这个学轮会组成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如果你回头去看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事情 他其实在学校里头会知道 但是你到了外面可能就不晓得 其实所有参与学轮会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咖学者 其实那个时候的社科院院长 他其实苏宏达他当时就摆明了 就是我如果不找到够分量的学者 我是摆不平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千拜托万拜托 他拜托的不是说 好像跟我感情交好的学者 不是 他去拜托的都是 那一个学门当中 可能是最No.1的 然后希望借由他们的 学术的领导地位来镇压这个案子 那当时那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细腻的 那个拷问余震煌的过程 其实真的好像是 那个是比硕士的口头 那个口试还要来的严格太多了 包括那个什么统计的方法 叫你重新再做一次啦 等等的那个细节都是 你当时在报卦讲的好细喔 那一段 对对对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我说考到这么细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为什么 林志坚后来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些老师们为什么对我这么苛 他对余震煌更苛好不好 因为对余震煌 他在这里面 第几页 这边有一个操作的方法 你重新操作一遍 然后呢 这里面你有一个 这个什么样子的注解 然后这个注解是 是出自于哪一个论文 一个原文的一个论文 好你现在找出来给我们 是在哪里 就那个论文摆在那个地方 要他找出来 而且他们没有面对面的 eye to eyes 他们都有那个眼神对眼神 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 这个办公 不同的教室里头 所以指纹其身 是看不到对方的 对 所以老师们是非常严格的 在考验余震煌的能力 那其实结果就是 余震煌的能力过关了 然后呢 林志坚的能力没有过关 而且林志坚自己知道 他自己没过关 所以他才会出来抱怨说 哎呀老师也不让我认识一下啦 然后要跟他交换名片 他们都不让我 这个这个跟他们见面啊 等等的 其实你知道他回答的内容 就已经知道说 他根本过不了关 因为他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 前面其实你光比对内容 你就知道这里面是有抄袭 中间的学伦的过程 其实也都证明了就是 这件事情就是学伦案当中的丑闻 现在问题在于 陈明通从头到尾不承认这是个丑闻 这才是天大的丑闻 我觉得台大如果不能够处理陈明通 这个世界就会处理台大 好那宾哥怎么看 他现在完全导向 可能是政治性的世纪达冤案 认知作战啦 政治操作啦 然后一副要还这个林志坚清白等等的 那怎么不找林志坚干脆写推荐序 怎么不找小智来写啊 而且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我一样啊拿林志坚的话来回顿 这本书是我朋友出版社帮他出的 其实本来是陈明通本来是去年选前要出的 对 对啊他本来是去年选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我朋友一直劝他 说这个时机不是很好 这样出来搞不好会对选情会造成某种影响 那当然劝他也不止一个人 后来他就决定选完再出 那他出了我现在比较好奇 我哪天有经过书店 我想去看一看到底谁会买这本书 谁要买 我觉得买这本书很奇怪啊 又买这本书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真的想要去了解 在陈明通的观点这件事的始末是什么 我觉得陈明通 据我朋友跟我讲 他是真的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他是真的这样认为 而且他的很多学生也是这样认为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拿硕士是正常 因为我就问过他们 他们就认为说我给他一个公版 然后每一个人这样子 就是根据这个公版来 你做这一部分他做那一部分 他认为这样是适合做硕士的论文的研究方式 如果我们中华民国的硕士都是这样搞出来的 那真的是不要怪人家叫你学店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陈明通这件事情他个人现在的荣辱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外界大概对他也没有办法产生什么影响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台湾真的有很多人会跟他一样的想法 也就觉得硕士本来就应该这样拿 硕士就是这样去玩啊 就是老师指导我们随便做一做就弄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的硕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 如果大家有记得我过去的想法的话 我认为啦我认为第一个应该要停掉EMBA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学校EMBA是很认真在教授 可是现在有太多学校 开那个课程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其实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就是用一个因为有人想要买这个学位嘛 学校卖你这个学位 老师就随便混混嘛 然后大家就都超超西超超拼命凑凑 反正只要你不是政治人物 谁会去看你的论文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这种学历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教育资源在这上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对学校是有意义的 因为学校是拿这个来补贴他的教育经费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学校需要变成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吗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好好去检讨这个问题 那民进党其实他喜欢 我现在很想看 因为我没有看到这本书的真实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不要说林志坚 他怎么不去找赖兴德帮他推荐一下 其实他好像找到沈柏阳 沈柏阳有 真的啦 他找个认知作战来帮他推荐 所以告诉我这本书就在认知作战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民进党上上下下 像样的人都不敢去推荐 蔡英文应该帮他推荐 蔡英文不是说只要看过那个论文都会支持林志坚 所以蔡英文应该帮他背书的 所以没有背书 对不对 要不然陈明通至少找几个台大教授来帮你背书吧 对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讲 这个是基本的公道自在安心 他们这样其实 我希望他的书卖的好 我希望他卖的好 因为我朋友的出版社我也不希望他亏钱 我希望他卖的好一点 那我也很想看看 拜托有买的人跟我讲一下 我想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叫你朋友送你一本吧 他会送我 可是我不想看 我翻一翻就好了 我觉得我应该没那个美国时间去看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当这些人活在自己的同温层 自得其乐的时候 我是鼓励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小确幸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很想看看到下次选举的时候 谁会拿这本书来帮自己作证 民进党都是清白的 民进党都是无辜的 都是国民党在虚拟栽章 都是在野党在政治抹黑 拜托有人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通知我 我去帮你捧场 今日绿营新闻联发哪个 你觉得最扯目前第一高票还是林楚英 41%的人选择 林楚英改书面直询 他说是因为呢 对韩国瑜心生恐惧 第二高票29%人选择了 我们刚刚聊过的这个监委不谈何 陈董搞不好是自己付钱没信招待 第三高票是16%的人选择 陈明通出书 呛被学伦列乌世家冤案 那有14%的人选择是赖清德总统上午参观了无人机国家队 结果螺旋桨竟然是中国制 那我刚刚私下了解到国城委员 你也认为陈明通出书这件事情最扯 其实我我觉得这样 陈明通阿通师啊 他指导的一个 一个学生是我好朋友 他曾经跟我讲说 至于邪伦的问题 在阿通师的立场根本没有 他有时候甚至以会一案两学生来写 一案两学生来写 我想我讲这个话 我是负责的 这个是你指导的学生啊 偷偷说你不要帮我讲名字出来 我跟谁是写同样的题目 但是用词是不太一样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我还是要跟阿通师讲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所以你一直认为这是阴暗 但是我坦白告诉你 这完全不是阴暗 我说实在啦 你之间跟人家和解是在和解什么 人家派遣 就是啊 你教出来学生是这样 人家都承认了 指导教授史作庸泽 你说没有 那很奇怪嘛 这个第一 第二 那说实在的 你什么叫做阴暗 这种东西 邪伦的东西 你自己本身 就是要邪伦要有去遵守 你没有 另外一个 你还在硬拗 最后一个我再问你 全国里面 指导教授里面 案子最多的是你阿通师 是 你怎么这么亲菜 你怎么这么亲菜 这个阿沙普鲁你都收 但是我不敢讲说你的学生都不好 最起码你的学生都很优秀 可是这个就 上不正这下歪 上梁下梁歪 所以你当教授的人都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让我比较纳闷的 过去我算蛮尊敬的就是 肖心坊写者 沈柏扬这个就不要讲 我还尊敬的这个陈宏林 这个龚都门 你怎么会去给他写诗 你那种骗掉了嘛 连这个你也要骗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很可怕 他们就要认定 也是这样啊 那我以前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我尊敬你是假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不要说这个阴暗 你这本书我也不会去买 我也不会叫人家去看 看完以后 大家都跟着你一样的思想 那受试协力就等于零 好 那因为今天这个国陈委员在这边 所以我等会一定会问到你这一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到 我们现在在已经开始 都陆续在开始讨论2026了 那今天传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2026台中市长选举 蓝白河露出曙光 这个是民众党的主委 公开支持江启臣 好这是江和树 他是身兼民众党台中市主委的市议员 20号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会面的时候 公开劝劲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 而且在脸书发文 期许江副院长能够在2026 顺利当选台中市长 江启臣办公室指出市长选举不是重点啦 看到江和树脸书发文 公开支持他有点意外 好可是因为上一次的选举 其实台中可以说是蓝白河试斑区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引起大家瞩目 才是说哎呦那就继续实行吗 2026 我觉得现在讲2026 这都太早 而且各地方的情况可能都有很大的不同点 我觉得其实我想要跟云林的补选开始一起谈 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呢 以在云林的补选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你看到柯文哲不但有提名人 就是麦寮箱的这个 麦寮 他不但有提名人 而且他现在要去Lone State 然后去好好地拉抬他自己所提名的这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这个李仪李 林仪李 那么这件事情 他势必会触怒当地的张家 对 那张家其实在去年的选举过程当中 其实你知道他是在最后一刻才弃科保猴的 所以本来柯文哲是希望能够拉拢这一些国民党内的不同的势力 可是呢今天这件事情他会彻底得罪张家 其结果是什么 其结果会是不管是2026或者2028 他都会使得他跟国民党的这些地方派系 或者是地方上面的有头有脸的人 那么开始渐行渐远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示范的效应 因为张荣卫的影响当然不会仅限于云林 他会对于很多在去年的时候 不管是跟郭台铭关系比较好的 或者是跟柯文哲其实这个关系还不错的 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当然我能够理解从民政党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初你们跟我其实关系还不错 我也拼命的拉拢你 可是你们在最后一刻都背叛我了 他所拉拢的所有蓝营的人 不管说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或者是这个地方上面的这一些 重量级的人物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最后一刻 其实都回归国民党 就是你如果不跟国民党合 其实对不起 我们只好跟你塞尤纳纳 这是我其实已经听到不止一位 就包括他所要拉拢的副总统候选人 还有包括了他这个拉拢的地方的派系人物 所以我相信对柯文哲来讲 也是点滴在心头 那对他来说 我如果2028年复制这种拉拢的局面的话 我一定会失败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地方上自己扎根 但问题是你的扎根 要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去超越这一些地方派系 很认真的扎根 几十年的成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越扎根 你就跟对方可能就产生越大的背离 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两难局面 这有点像是日本的 这个结束负利率这件事情 好 我就扯远了啦 我觉得他那个两难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我往东走 西边的人就会离我越来越远 但是我如果继续的往西走 那对不起啊 那西边的人可能在最后一刻也会抛弃我 这就是扎根如果不够深 如果想的不够远 他就会面临现在的困境 今天他支持这一位麦寮乡长 一般认为几率不是很大 因为麦寮这次的麦寮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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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正的补选 他是同一天 那这个选区其实在 今年的这一个立法委员选举 他就同样的第一选区 大家记得吗 就云林的第一选区 是由丁学忠打败了老将 苏志芬 其实而且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幅度还不小 你就知道说丁学忠 在地方上面的实力有多强 丁学忠不会让他自己失败的 所以一个张家一个丁学忠 我觉得他可以认真的去经营 可是这个经营所产生的后续 那个背离的效应 我觉得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好 那我就继续请教这个兵哥 那因为凤卿姐直接搭着 云林的补选 麦寮乡长的这个部分一起讲 对 有丁学忠的部分 因为顾三郎也讲 他说丁学忠他挺谁就会是谁了 所以基本上目前看来 即便像民众党不管是许府 他们去分析说这个选举的时候 柯文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在这边得票率有多少有多少 然后刚好这边的年轻人我记得 20到30岁的年龄层的这个区段 好像也是符合这个民众党的票 所以他们认为是有机会的 但是因为提到了丁学忠 他如果挺谁就是谁的话 那柯文哲来说这次不是白忙一场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民众党现阶段而言 我个人认为民众党应该 不要单纯以胜选为目标 就是因为民众党毕竟是一个才诞生四年的小党 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地方扎根更重要 有的时候是一种练习赛 也就是不管会输会赢我至少先提出人来 然后历练一下 那当然如果能够取得一个合作的空间 大家就合作 那如果没有取得合作的空间就自己努力嘛 那自己努力得票最后结果不重要 重点是要了解你在在地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然后再调整你自己在在地的一些策略 我觉得这才有成长的空间啊 就是如果每一次的选举都是单纯以输赢去做考量的话 我觉得这样这个党的成长空间不大 我也不客气的讲 国民党就是因为一直以输赢为考量 所以在南部丢掉20年都拿不回来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应该要去发现 你们在南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针对每一个地方强化你们的人选 然后去做好你们的服务 才有机会拿回来嘛 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民众党来讲也不必急于说一定要 现在就先抢下一个席次 能够抢下香港当然很好 抢不下也不是那么重要 反而是练兵我觉得是更重要 而且我觉得民众党毕竟到目前为止 还是相对是一个相对都会型的党 你在这种比较没有那么都会型的地方 你要怎么样开拓你的票源 我觉得这个对民众党来讲都是挑战 那至于国民党这边丁远忠他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他靠一个地方就选赢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非常强 那所以表示他地方扎根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人 那第一个他这样做法表示什么 其实这给所有在野党的一个讯息也就是 在南部并不是真的那么铁板一块 只要你愿意在地方努力 你扎根的构深你是有机会击败民进党的人选 不是一定都被民党端走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他的扎根竟然如此之深 未来大概在云林这一代 很多的选举就会环绕在冰雪中的人脉这边 在开始转从这边附着起来翻身起来 那他自己过去栽培的一些人大概陆续也会浮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办法扩散他个人的影响力在那边去壮大 那国民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慢慢从云林一路再慢慢扩散 重新拿回南部的一些势力 那如果不懂得抓准时机 那可能就稍纵即逝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朱立伦 还有整个国民党持续去思索 可是老讲我有点忧心就是我一直搞不太懂朱立伦在干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表现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他像最近这一阵子其实是朱立伦应该有一些作为的时候 可是感觉上他好像又不是很关心这一块 所以我就不懂他 他现在是全心全意关注在黄复兴党部的事情吗 还是怎么样我就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看起来是2025想要继续连任嘛 那既然的话你这一次老实讲选举他 他其实不能算赢 其实选举没有赢 毕竟总统你是输掉 你也只是很勉强的拿回国会第一大党席次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朱立伦要有更加的表现才能够留下来 当然现在对他有一个最大的利多 就国民党大概没人敢接这个党主席 因为8.6亿不知道去哪里升 所以没有人敢接 这个大概对他是唯一的利多 所以现在谁有钱谁当党主席 我想现在看起来比较希望应该是连胜文嘛 他接得起来 你不要害他 他有这个实力我是相信他 不然的话另外有一个人选 你就看国民党蛮美意 那个人叫郭台铭 他应该是无所谓 那就看国民党自己的抉择 好啦那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4月5号到4月12号要进驻麦辽 为补选全力辅选 那我把我刚刚的那个数字 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是民众党组织部发展主任说 这次补选呢 其他三位候选人都比较轻 民进党20到44岁 在麦辽占了38.76 也是民众党受众的族群 那他们分析呢 其实会有赢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可刚刚也分析了 如果麦辽乡长补选 没有赢 可能得罪地方势力张家 那对民众党会不会来说 反而是重伤 其实贤疾啊 像我们贤疾出身的 贤疾到最后 选完就算了 没有说选完以后 就把账目记 这个没有这样 那我们也知道 张荣卫当然在云林有一定势力 包括丁协忠 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干部 那在这里我特别分为两个部分 丁协忠 丁协忠 柯文哲云林去过四次 丁协忠都做陪 但是 柯文哲还是呼吁 好人要让好人当选 因为他认为 施智芬在做立委 在做现场的时候 对云林没有什么贡献 他公开这样讲 要让好人出头 那丁协忠他是政长 所以他是公开挺他的 所以那个时候 当然 最后一次 是因为丁协忠说低调低调 因为 中国国民党啊 不希望柯文哲来站台 他是因为 会进政长之弟子之谊 所以在拜拜的时候 他还是陪着他 所以基本上 人家丁协忠 丁协忠 丁委员 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的干法 所以在扶委 他就会当选 那当然 也不是说我们民众党去支持他 最起码 我们 没有推人 也没有去影响别人 所以这个部分 确实 是张荣卫 他最得意的是扶委 那这次补选 我们是没有推人 那我先又回来啊 再谈 我们江和树主委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和树议员 他本来就一个很open的人 那我在看 其实江启臣 在当立委的时候 或者在现在 在当副院长的时候 基本上 我们的支持者 跟我们跟他互动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这个调调 刚好适合我们的胃口 所以基本上 他做什么事情 我们还是会支持他 可是因为江和树 他讲这些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和树 本来就很open 很严重的人 他既然礼貌拜访 也是希望他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 他以理相待 所以讲出这种话 把理数 也把它做足 我想和树的个性 是这样 但是 确实 如果 蓝白能够 大家共同的理念 结合在一起 是ok的 因为台中市 像这一次 他们 大家都一直在讲示范区 那真的是示范区 所以立法委员你看 全部选得还不错嘛 除了蔡其昌以后 很多人都被 被 被扳倒的嘛 所以我认为是 当然这个部分 是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 当然 如果我们民众党 提名台中市长 江和树还是会支持 台湾民众党 但是 我们现在 既我了解 因为我被分配到 台南 高雄 屏东 既我了解 给我们的主事 是把里长 跟地方的民意代表 先整合起来 至于市长的部分 是还没有去做决定 是 还没有去做决定 好 那因为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我要问无人机 对这个太好笑了 你选这个了吧 是不是 因为戴青人参观无人机国家队 结果螺旋桨 这么重要的关键 竟然出现made in China 这算今日我最扯吗 不是 这是今日最现实 让大家认清现实 因为 其实在二部战场的这个情况 让大家都觉得说 无人机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在台湾 其实就有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思潮 就变成说 我们只要发展无人机 我们就会天下无敌 可是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 全世界无人机的霸主 其实是中国大陆 而且它是从民用无人机开始 现在在军用无人机上面 进展的速度更快 你要知道它有一度 它的无人机的全球市占率 百分之九十 那你想想看 它有什么样子的经济归 而且那个无人机所适用的范围 从大型的无人机 到小型的无人机 都是相当的惊人的 那它又利用着 它们的区块链的技术 然后去整编 它们的无人机的编队 那这个编队 其实在它们军用编队上面 那进展的速度之快 我不认为 就连美国恐怕都觉得 它们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这牵涉到了制造 然后再加上软体的一些 区块链的一些设计 然后呢 以及你的这一些枕边 所以它是从民用的那一个基础 所建立起来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